您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白宫已经宣布了在5月25日已经达到了50%全民接种的目标 而在整个大的United States一直一直在开放的状况之下 学校也陆陆续续的开放了 不过学校里面有着Teenager 有着小朋友 他们是不是可以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又是安全有效的呢 在今天的天下纵横谈谈 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范大利范医师 她是新内科的医师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其实这些Teenager 我们所谓的青少年要接种疫苗 属于安全或是不安全的 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范医师您好 我想要赶快来请教您一下 虽然每一个成年人都已经接种了 可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对于青少年接种疫苗 还是有一些顾虑的 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青少年 第一个接种疫苗安不安全 第二个为什么也需要接种疫苗好吗 好 首先在新冠病毒的前期 中老年人的感染是占大多数的 年轻人青少年的感染只占3% 但是现在在中老年人都广泛的接种了疫苗以后 青少年特别小朋友的感染已经占到了几乎百分之三十 所以说今后大部分的感染都会在小孩的人群 所以说给这些青少年小朋友接种疫苗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在这个疫苗已经接种了超过两亿人在美国 接近三亿人它的被证明了至少在短期它是非常安全非常有效的 接种一剂以后肯定也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要想达到最大的保护效果还是应该按照常规去接种两剂 第一剂接种了以后三周以后再接种第二剂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建议 接种一剂当然比不接种好 但是按照规定两剂全接种完了以后是最好 嗯哼 不管是Pfizer Moderna Johnson Johnson 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 只要按照它的规定接种就算是完成了疫苗接种 Right? 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想提出的就是在12岁到16岁 现在FDA指是批准了辉瑞就是Pfizer公司的 另外两个公司还在做临床实验 哦 所以要记得还好今天有跟范医师提到话 所以12岁到16岁的青少年当中 FDA只有批准了辉瑞Pfizer 另外两个都还在做临床实验 所以如果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你们要接种的话 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是打辉瑞Pfizer的 有没有人是不适合接种疫苗的呢 现在不适合接种疫苗的呢 只有一种就是说你对疫苗里边的成分有过敏 那么你不适合于 这是一个绝对禁忌的 就是说如果第一剂病毒 第一剂疫苗你打了以后 你对这个疫苗有过敏反应 那么你就不要接种第二剂 其他的没有绝对的禁忌症 那所谓的过敏反应大概包括了哪些范医师 这种对疫苗产生的过敏反应呢 小朋友就可以安全无虑的去上学了呢 打完疫苗以后要不也不打完疫苗以后 至少从心理上要有很大的安全感 从客观的来说 打完第一剂疫苗两周以后 你就开始有一定的保护程度 完全保护就在达到95%的保护度的话 是要在打完第二剂疫苗两周以后才能达到 我给你一个个人的例子 我打了疫苗以后 我八周以后去陷过一次血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抗体了 然后我三个月以后又陷过一次血 然后它还是有抗体 所以说至少在我个人身上 疫苗打过五个月以后 还会这个抗体的能够还存在 这是我一个个人的经历 所以范医师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今天接种了第二剂 我最好还是不要群聚 至少两周以后 14天之后 我再去群聚 或者是我在返回学校 应该可以这么说的吧 对的 但是呢 我就想提醒大家 就是说即使是你有免疫力以后 也是应该尊重 这个当地医药部门的规定 比如说群聚的时候 要保持社交距离 要戴口罩 要注意洗手 这些常识性的东西 还是需要遵守 对 我觉得因为一个COVID-19 整个2020年改变了我们整个的人生观 真的要非常小心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我们打针其实都很简单 我们只要上网预约一下就行了 那如果家长们想要为他们的teenage 这些青少年预约打针的话 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不同的地方方式不一样 最好的办法呢 是和你的医生进行接触 然后医生告诉你具体的办法 但是需要提醒一点的是 青少年小孩打的呢 他因为没有成人的这个 法律能力 所以需要家属或者家长 保护人来签字 作为担保 这个签字不一定是 一定要自己出面的 用电话 用签字证明文件的方式 也可以作为法律文件 来支持孩子打疫苗 今天非常谢谢范医师 给我们提到 其实打疫苗对您的未来 或是您的下一代 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您还没有这种疫苗 一定要赶快去接种 如果您家里有青少年的话 也一样可以到 myterm.ca.gov 去了解一下 什么时候 为您的青少年打疫苗 接种第一剂 第二剂是最好的时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